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一年了 一直异地 我觉得我们挺合适的 但是现在他要跟我分手 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太卑微了 在这段感情里面 根本就不平等 是我一直在忍让 他忍让什么了 他老是无中生有 觉得自己特别委屈 好像全世界的人 都想害他一样 从来都是我去找他 从来都是我给他低头 从来都是我求原谅 我真的受够了 他老是误会我 老觉得我有问题 我希望他别再幼稚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超24岁 来自河北酒店前台 女嘉宾小杨24岁 来自河北实习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你说的幼稚是吧 对 然后你说你卑微是吧 对 先说说你的卑微好不好 我跟他在一起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都是我出处忍让 然后我出处做出退让 他从来都不会考虑过我的感受 他从不考虑 我喜欢他喜欢特别辛苦 你们俩怎么好的呀 我们俩高中的时候是同学 当时没有在一起 当时是我有些暗恋他 然后到大二 那你跟他说过吗 没有 那个时候是朋友关系 然后到大二暑假的时候 他跟他前女友分了 然后有一次我们高中同学聚会 知道他跟前女友分手的消息了 然后我后来就跟他告白了 然后他就跟我在一起 是你告白的 对 那你知道他一直暗恋你吗 知道 就是怎么会不知道 这说的是实话 好了之后你就一直忍让他 是这意思吗 对 就是各种事情都是我 自己做出退让 做出忍让 比如说呢 就是他在酒店实习的时候 然后我不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吗 他要过生日了 我就向他那个摄友 打听他的上班情况 然后但是我到了之后 他就没有在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微信上给他发消息 他也不回 最后我给他发了个定位 我说我自己在这特别害怕 让他赶快回来 当时我去的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 我也没有听见 后来等我跟同事吃完饭后 我看见微信上 有他给我发了定位 我最后也是火去火了的 就去找他了 他最后是来找我了 但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他身上的酒味特别地重 然后我就是 竟然从他钱包里面 就是发现了一个女的身份证 关系有多亲密 可以就是拿到 就是这么私人的东西在身上 还在他的钱包里面 他把他身份证放在我这 是因为公司休年假 然后他正好来程德文 就是让我给他安排酒店住宿 让我给他办理一些手续 所以就把身份证放到我这里了 那说出去谁信啊 这么私人的东西放到你那儿 让你预定 就他跟你好吗 可是我之前也给你解释过好多遍了 你就是不相信我 我有什么办法啊 而且他跟这个女的也不是第一次了 就是那个时候他刚毕业 刚实习嘛 他工作之后就更变了一个人似的 就是每天跟那些朋友去泡巴 去KTV什么的 然后每天在他朋友圈发那些东西 到后面发个那个女的自拍 我然后就说了他几句 我说以后你能不能少出去喝酒干什么的 然后他呢 他是不在朋友圈发的那些动态 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 他一直不接 然后我没办法了 我就登了下他微信 然后我就在那个 他那个朋友圈 建有一个独立的分组 好多那个动态他都把我屏蔽了 那些动态的内容就是 关于跟那个 就那个身份证上那个女的 他穿那个性感 就是挺暴露的那些内衣的照片 他就发那个 然后还要把我屏蔽 他发那个女的穿性感衣服的照片 对 还是他们俩在一起的照片 没听懂 有他俩的合照 还有那个女的穿那个性感内衣的照片 你说这件事 我是天天出去喝酒 但我那是为了迎合领导 对于我们男生来说 在酒桌上是最能培养关系的 我天天出去喝酒 那也不是我想的 他可没说你喝酒啊 他现在说的另一件事了 对 我知道 因为这件事才有后边这件事 我先说一下 他们都有逻辑关系 好好好 来 接着说 然后后边他就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他上了我微信 才看见这一组照片 对 说照片吧 但是他没有经过我同意 就上我微信 这件事就让我非常着急 那因为微信那件事 没说完呢 不不不 没说完呢 我们现在知道你生气 知道你喝酒有你的理由 你没解释清楚 为什么屏蔽了他 发你跟另外一个女生的亲密照 因为之前他跟我说过 又不让我发这些照片 但是我就是想发 我又不想让他生气 我只能把他屏蔽了 不是 那你为什么 发另外一个女生的这个内衣照呢 那是酒店朋友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个淘宝模特 他给我发的照片是让我给他参谋一下 我看 感觉挺好看的 顺手发到朋友圈上了 那为什么还有 是有他跟那个模特的合照 还有合照呢 对 合照那就是普通朋友之间 照个相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你跟普通的异性朋友 他穿内衣你跟他合照 合照他是穿着很正常那种衣服 好好好 他那个朋友圈 他从来都没有发过我的照片 然后他就发那个女的 他要屏蔽我 这点就非常让我生气 听明白了 这是一个连锁性的事件 发现了一个身份证 一联想 查出这么多事来 是吧 对 我就怀疑跟那个女的有关系 而且他又是淘宝模特 人家长得又漂亮 身材又好 那肯定方方面面都比我好呀 我当然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特别难过了 就感觉自己跟个傻子一样 被他耍得团团转 然后我问他 他就一直说没关系 我说那你把那个人叫出来 咱们当面对质一下呀 但那是我的好朋友 你叫出来当面对质 让我多么难看 那怎么就能让你难看呢 就是叫出来吃个饭吗 我跟他是普通朋友 你这样你把他叫出来吃顿饭 你俩聊起这个问题 你把我的脸面放在哪儿 脸面对就那么重要吗 我为你付出那么多 你为我付出多少 那我身为一个男人 我必须重视这些脸面 那你把我这个女朋友的地位呢 你把我这个女朋友的地位 同样重视你呀 他除了干这些事 让你觉得卑微 还有别的事吗 就在十一的时候 他就跟他朋友一起出去玩了 然后到后面 他发到那个朋友圈的动态 我才知道 他们是四个人出去玩的 那我在大学 跟着同学出去玩 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然后那一对是情侣 然后他跟那个女的 让别人外人看 那个女的是哪个女的 是那个那一模特儿 另外一个女的 是另外一个女的 然后让外人看来 那怎么着 也是两对情侣关系 一起出去玩啊 我给他打电话 当时他也没有接 他就是老是喜欢误会我 当时我就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 我跟他只是大学朋友的关系 你非得要想那么多 到后面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怕他跟那个女的怎样 我有点小担心 我就跑过去找他去了 然后我还专门请他社友吃饭 然后就想让他社友以后 多照顾他一下吧 然后他社友就是喝醉了 就不小心跟我说漏嘴了 就说他那个时候 跟他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 就每一次闹矛盾 他都会过去主动跟人家道歉 但是到我这儿 我就跟他就那么问了一下他 然后他就不理我 跟他打电话他还不接 这么大的反差 让我就心里面特别伤心 对 当时你给我提起这件事 提起前女友的事情 你又接起来我上班 我能不着急吗 那你对你前女友那么好 你就不能对我好点吗 当初是你现在追的我 不应该你对我好一些吗 那我问你 不应该你多在乎我一些吗 逻辑在这儿的 我问问你 小担 十一你为什么不带他去玩 跟另外一个同学去玩呢 因为我们是异地 我知道旅行的时候 不就不异地了吗 十一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旅行呢 我说了 然后他说他当时放假少 然后说自己有事怎么的 就往后推脱 我听那个意思的 他就是不想见我 你这个资料上面说 你现在是实习职员是吧 对 你们现在实习了 你到他工作那个地方去 是在承德是吧 对 你去承德实习了吗 不是 我是在苍州 你都实习了干嘛不去承德实习呢 你们俩不就不异地了吗 因为之前他跟我商量过这个事 但是我拒绝了他 我认为 你拒绝了他 对 我认为他学校在苍州 然后他来承德实习 这又弄了就很麻烦 毕竟他要在两个城市来回奔波 我心疼他就没让他过来 那你们俩的情感怎么办呢 你怎么不去苍州呢 因为我感觉就是 两个城市来回奔波太累了 一方面我是心疼他 不想让他跑 我也怕我这边学校是太多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苍州工作 我想在承德这边离学校近 所以就没有想到去苍州 行吧 你们俩这段情感怎么打算呀 未来 未来没想过 就打算是 你是没想过是吧 实习完之后再说这件事 我想的就是 共同就是积累工作经验 然后再一起到一个城市 然后找一份正式的工作这样子 你的卑卑我是听出来了啊 你不是说他不成熟吗 哪不成熟啊 怎么幼稚啊 我跟同学出一玩 他就老是喜欢误会我 还有就是上次 他一直说我不在乎他 但是他上次过生日的时候 我送了他一件礼物 他说起这个礼物这件事来了 他那个时候给我买个礼物 我的确挺高兴的 但是事后呢 事后他事后 他事后给我打过来电话说 说他欠人家一千五百块钱 让我问问他什么时候能还 那我也没想到 室友会给你打电话呀 那你借人家钱干什么呀 我借钱还不是为了给你买礼物 想让你开心吗 你让我开心 你不能用自己的钱吧 你跟社友借钱 然后到最后我才 从他社友那儿我才知道 他那个时候是 为了跟他前女友去旅游 然后跟他朋友合开了一个那个网店 然后他投资了四千块钱 然后他后来是当时没钱了 然后又借钱送我礼物 他真的就干这些事 让我真的就特别伤心了 明白了 问问今天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吗 我要跟他分手 我不想分 这好奇怪呢 为什么不分呢 因为我感觉我们在一起 就是挺开心 虽然之前我没有 挺开心 虽然之前我没有 就是过多地关心他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他的 我不想因为这几件事 就闹到分手这个地步 可是我看你在你的规划里 也没有他呀 你也没有邀请他来承德工作 你也没说要去苍州工作 你们俩还想这么一地下去 是一地的特开心吧 是我的打算就是等实习完 就去苍州找一份工作 啥时候实习完啊 也就实习一年吧 你说要分手啊 对 我真的是受不了 真要分假分啊 真的要分 我坚决不同意这件事 说说你的理由 我认为我们就没有必要闹到 分手这个地步 如果他说我之前那些事办的 就有错误 我可以承认我的错误 但是我不承认我们要分手 为什么呢 就这女生哪儿好呢 有可能你们没感觉到他的好 但是我感觉 我没法感觉他的好 你的感觉是他好骗 我感觉他很好 不是好骗 他好懵 不是 他好哄 不是 他对你好 对 我感觉他就 没有太多干预我的生活 但是 没有太多的干预我的生活 行 怎么办呢 而且我还不想放弃这段感情 明白了 我认为时间也很长了 但是我真的是 忍受不了他 每一次都是我主动过去找他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主动过去去承德找他 他就说他要跟他朋友出去吃饭 然后就一个人把我丢到宾馆里面 对 当时你来的时候 你没有事先给我通知 我并不是不欢迎你来承德 我就是特别想给他一个惊喜 但是他就把我自己丢到宾馆里面 然后他说他要跟朋友一起去吃饭 那你为什么不带他一起去吃饭呢 然后我当时说你可以带我 因为我认为那是我们大学 我那个宿舍的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带他 而且带上他 我们几个也就相对来说 比较放不开 他把我一个人丢到宾馆 这也就算了吧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他也就根本就没有来找我 他喝完酒 到最后的时候 实在饿得受不了 我就 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我之前说是要去找你 但是后边我不是喝多了吗 我后边什么事也不知道 就连回宿舍都是摄友把我送回去的 那我后来自己在宾馆吃泡面 第二天急性肠胃炎犯了 我后来自己忍着痛 我回仓中我去输液去了 然后你呢 你就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来 要不是我给你打电话 我是怕贸然给你打电话 影响你休息啊 那都第二天早晨了 你说怕影响我休息 那我是怕贸然给你打电话 你着急啊 我只能等着你给我打电话 我安慰你啊 我就是想让你来关心我一下 到后面也是我主动给他打了电话 我说我现在回来了 我现在正在睡觉 可我到最后也是接了电话啊 我没有不接你电话了 行了 姑娘 别再说了 再说真是脸都挂不住了 对吧 你说这些事干嘛呀 你不是要跟他分手吗 坚决跟他分不就完了吗 真是让人起急 你们赶紧劝这傻孩子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哎呦 贴得真起急啊 来 于老师 于老师 一个故事吧 这个故事和他俩比较相似 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做客 他的小区里车位是可以随便停的 没有固定车位 可是当我从朋友家里做客出来的时候 发现我的那个车前面站着一个标性大汉 指着我 这是我车位 你不能停 我说这不是随便停吧 没有固定车位吧 他说这个车我停了好长时间 就一直我停在这儿 我明白了 那不是他的车位 但是是他的习惯车位 就像我们经常到一个地方吃饭 第一次去的位置 下次还习惯到那位置去坐 所以我用俩字 就是你们俩很多情况叫习惯了 习惯了这种卑微式的这种爱情 因为他是你梦寐以求 暗恋多久的这么一个男友 终于在他失恋那一刻 你拥有了他 所以你都不敢正式地去享受 你和他平等的爱情 所以你屈膝地和他交往 而他也习惯了这样的方式 所以你是谨慎的爱 那边是放松 甚至叫放肆的爱 所以就习惯了 但是你这种习惯 一天两天还可以 身长了你发现 这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你压抑久了 你也会觉得你绷不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不合适了 要分手了 但是有一点 你现在连分手的资格都没有了 南方刚才说一句话大家笑了 他追着你 他追着你就应该一定 他要对你更好一点吗 我不知道这是谁家的逻辑 如果都这样的话 那以后还谁敢去追谁呀 你们俩正好碰到了一个 这么一个恰当的时间里面 在那个失恋的时间里面 他才成了一个疗伤的药 用它的时候需要它的时候 它就来了 不想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我建议你们俩 现在就异地很好 再继续异地 不要往去凑 凑过去以后 反而这个感情更麻烦 各自异地 当然如果你今天觉得想分手了 那分了更好解决 如果觉得还没想好 那就各自异地 各自干各自的事 我觉得时间最终一定 还能改变习惯 谢谢 我觉得 现在就结束了 赶紧分手 从男生身上 没有看出任何对女孩的爱 你说的很多话 让我脸红你知道吗 让我替你脸红 你凭什么 这么大言不惭地说 你追的我 就得对我好 在你对于这个女孩的 所有的种种作为 没有看出任何的爱 因为爱最起码第一点 你要对她有尊重 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 这里有什么爱吗 有尊重吗 一点也没有 为什么每次都是 人家主动地来 然后看到你一些不好的事情 甭管是和别人去玩 还是说看到了 你跟别人的照片 你根本不把这个女孩 放在眼里 你根本不把她的照片 放在你朋友圈里头 你根本没有认可她 你把她没有当成女朋友 你只是 现在在享受 这个女孩对你的好 你连一丁点的给予 或者说回报都没有 人家千里条条来找你 你自己跟朋友出去喝酒 给她的就是说 你要出现我们 我们会不自在 喝完酒 人家因此生病了 一个电话都没有 还有说 我不想打扰你 你欺负人 欺负得也太过分了吧 如果说你真是 对女孩对你所有的这些好 你但凡有一些感受 接受到了 你应该是有感动 并且是感激的 就连最起码的一种回报都没有 然后一点也都没有悔改之意 为什么要在一起 还要继续的再去剥夺人家对你的感情吗 直到有一天 你遇到了真正你喜欢的那个人 把他一脚踢开吗 你要这么做的话 你就太没有良心了 知道吗 如果说不爱一个人 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爱你并不一定反过来你就能爱我 但是你不能这么践踏别人对你的感情 女孩对你说的其实就一个词 自尊 你从她那根本就得不到 对你的最起码的尊重 更谈不上给你任何的付出的感情 我们还这么着去求她 你觉得你做的卑微了 你觉得你退让了 你觉得你忍受了 就能换回她对你的爱吗 当然不能 只能一点一点让她越来越看不起你 就像刚才余老师说的 分手都不能你说 我就不分 你能分吗 所以说现在已经看清楚她所有的面目 不要再抱任何的幻想 也不要欺骗自己 她不属于你 如果说你跟她在一起 其实有过一段 至少你自我陶醉的美好回忆的话 那保留这个回忆 同时寄一个教训 如果说一个男人 根本不把你放在心里 根本不知道尊重你 不要去求 求是求不来爱的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杜老师 你爱她 爱她 其实你说的那句话 当初是你追的我 你当然应该对我好一点 我认为这句话没有问题 你努力去获取一样东西 你付出了努力之后 你就应该懂得珍惜 你当然应该对她好一点 但这句话反过来说 别人追你是应该对你好一点 那么反过来别人追你有错吗 你就应该轻视她吗 不应该 对吧 她是应该对你好 没有问题 总有爱人多爱人少嘛 两个人不可能爱得平均 但是并不代表她付出的多 她受到的屈辱也要多 对吧 对 第二个问题 你说你喜欢她的主要原因是 她在很大程度上 不干扰你的生活 你都把爱当成了一种干扰了 你说你还有多爱她呢 就这个女人反正 不要在你眼前晃来晃去 就最好 那你说这是爱吗 不是 第三 你借钱给她买礼物的那一千多块钱 你的那个朋友向她要钱 这事你知道吗 后面知道 后面知道了 你什么感受 我就认为挺对不起她的 但是我嘴笨 你有对不起吗 毕竟我借的钱 这钱还了没有 还了 我是说你还她了没有 不是说她还你朋友了没有 没有 对啊 所以说你没有愧疚啊 你没有不好意思啊 你买别人一个礼物 是别人自己掏的钱 如果说你在一个女人面前 连这种形象都不要了 你借钱买礼物买给别人 然后别人自己掏钱来还钱 你还不把钱还给她 甚至给她没有一声道歉 还责怪她 你说 你爱她吗 或许是我 你还说你爱她 我都跟你说到这种地步了 你非要说你爱她 又不要别人来干扰自己 人家爱你是活该 买个礼物要自己掏钱 你还好意思说你爱她 你这样的人呢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你比她更可恶 别人打了你左脸 你愣要把右脸凑上去让人打 打完了之后又跑到这儿来 要我们来主持公道 是你自己要把右脸凑上去让人打的嘛 你到这儿来跟我们说 给我主持个公道吧 我好冤枉啊 我这么爱她 她如此倾见我 你的命运是你自己做成这个样子的 打了左脸还不够啊 还非要把右脸凑上去 一个人自己硬要把自己踩在脚底下 别人把她抬起来 那抬得起来吗 你说呢 你要自己实习自己的自尊 好好的生活 那你就别出来 所有的选择 所有的生活命运 都抓在你自己的手里 而不是在我们的手里 很多所谓的道理 所谓羞耻 自尊之类的话 你应该知道 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好吗 就这个 好 谢谢杜老师 刘老师 刘老师那个办法特好 分不了手不分嘛 就异地恋嘛 然后突然有一天 男生给你寄了个请柬嘛 来 喝个喜酒吧 带着份子你去了 又过了两天 你给男生寄了个请柬说 来 喝个喜酒吧 男生去不去也不知道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鼓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承认我之前所做的 都是错误的 我也真心悔改 以前那些事 我希望能留住你 我发誓以后 不会再发生以前那些事 我会改掉以前的陋席 以后好好待你 不会再轻视你 让你感到卑微 我一定会把你放到我心里 最重要的那个角落 不 我要把你占完我每个心 不是每个心 整个心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之前的所作所为 对不起 我真的觉得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在跟他一年左右的时间里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真的 特别地 特别地难过 所以说 真的还是不要在一起了 我一定把这队的故事 放在我心里最重要的角落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这是第一次在表白的时候说真心话 说了一场不着调的话 终于来 请关门 终于在这个表白的时候 算是说了一句真心话 心里最重要的角落 好 这个结局 没人期待吧 是吧 如果说有期待的话 也是期待那边门是空的嘛 那选择吧 请看 之前是我把我的位置摆得太高了 我希望我还是能挽回他 这一次是他追的我 下次我要把他追回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快追去啊 快追